我最討厭那個平常不努力 有事情趕快跑進那裡裝模作樣 拜託平常認真點就好了 不過我發現現在長官還有一個第四樣很重要的工作作秀 請問你今天來看這個車還有車廂的狀況 可是昨天其實蠻多億人在抱怨說 市府的通知太慢導致很多人都來不及人車 然後車怎麼泡車 只出不進然後關水門然後開始脫掉 然後紅黃線開往停車 再結束的時候是開水門然後紅黃線又開始禁止停車 這有六個步驟 但是我覺得這個系統我們今天早上會要求資訊局、水利署跟交通局 重新把這個通知系統 因為目前都只有簡訊還沒有LAN的系統 所以關於這個通知系統我們會再討論一遍再做好一點 這樣的話就可以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每個國民還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政府要盡到通知的責任 至於要不要移車你還是要負責 你不能說你車子停在外面 我們都跟你通知了你不移走 叫我賠償我哪那回事 市長你覺得SOP有成效嗎 有要修正昨天的說法嗎 因為你昨天好像有暢行院長 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最討厭那個平常不努力 有事情趕快跑去那裡裝模作樣 拜託平常認真點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說照SOP走 平常就要訓練好準備好 平常也不訓練好不準備好 災害發生才趕快跑到災害中心做給人家看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都依化的時代 全部都遠距離辦公了 為什麼還要人去坐在那個防災中心給人家看 太露了 除非你跟我講我的SOP要改 我在講長官只要做三件事情 建立制度緊急地外做三件事情 所以是這樣 不過我發現現在長官還有一個 第四樣很重要的工作作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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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